你这事实说了算不知道啊 什么叫事实啊 谁能知道我的事实啊 我跟你说 警察同志 就是刚才在车上来的 来来来 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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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老大爷 你们前面去啊 您进去 嫌疑人 坐下吧 坐下 你进来跟我连半个字还没说上呢 就叫我嫌疑人 来 坐下吧 坐下吧 警察同志 我再跟你解释一遍 我绝对是冤枉的 我根本就不是那卖家具的那个店的他叔 我也不认识那小子 我是给他看过两回摊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卖了黄花这些假家具 还是真家具什么的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懂那东西 我这还有急事呢 是不是你们看看就让我走了吧 你有急事 我告诉你 我忠我有比你更急的事 真的 来来来 赶紧坐下坐坐坐坐坐 到这儿来的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 你别来这套 请你坐下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赶紧坐下坐坐坐坐坐 来来来 赶紧坐下 再来来 赶紧坐下坐坐坐坐坐床 你放下来来 赶紧坐下坐坐坐坐坐坐坐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职 对不起 暴力师傅 要投诉 投诉您的 暴力师傅 暴力师傅 大爷 瞧瞧 这样走三百六十度的 看见没有啊 全击步下来了 当这手机是从你手上滑下来的 你别赖我 自己掉地上摔碎了 没错吧 看见没有 三百六十度啊 再回头 来 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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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小头开着来了 开着 开着呢 你也不许接电话啊 你上等会儿啊 上等会儿 赶紧了 你干吗 看看你电话我就撞墙 你接啊 你要敢接我就敢撞墙 我看你敢不敢负这责任 行 我不接了 我不接了还不成吗 你也别跟墙过不去 好不好 咱踏踏实实地坐这儿 我不接了 大爷咱们有点事 咱好好地说行吗 来 坐坐坐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中午有特别重要的事 全让你给我耽误了 你知道吗 特别重要的事 全让你给我耽误了 我今天中午比你的事还大呢 我天大的重要事 让你给我耽误了 你知道吗 大爷 我对不住你啊 我有点心急 这样 您看 你有这么大的事 我也有这么大的事 咱俩互相配合一下 好吧 把口供给你录录了 完了 你忙你的大事 我忙我的大事 成吗 你忙谁呢 你当我三岁孩子呢是吗 我配合你把口供做了 到会儿你走了 把我给留下了 没事 反正我的事也让你们给耽误了 我不在 我还不去了呢 我都坐这儿给你耽误了 我告诉你啊 小心点 我岁数大了 我还稍微有点病 什么血压高啊 血糖高啊 血脂高啊 胃下垂啊 蓝尾炎啊 关节人员啊 没事 泡了呗 只要是您想 我都能够担得起 我也不怕 我多把儿子养我 进来 怎么了 这人我查过了 有钱客 诈骗罪判了三年 上个月刚出来 有钱客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不说话吗 这叫什么呀 法网恢恢 书而不漏 知道吗 哎 哎 原本 怎么沉默了呀 刚才你不是挺横的吗 啊 你不是说你是一手把良民吗 行了 别慎着了 赶紧说吧 铁证如山的 啊 这么耗着有意思吗 你不有大事吗 我还有大事呢 赶紧的吧 可欣 啊 可欣 你 好了啊 出来 没闪完呢 所长找你 什么事啊 出去你知道吗 等会儿 稍等会儿啊 不是 可欣 所长找你有急馅儿 那个什么 今天赶紧给叔叔倒杯水 倒水这沈呢 倒去啊 啊 啊 那个 行 那 那我直接去 行 倒个水 谁也别走 不是 那个大爷 您听见了所长叫我 有什么事咱也别遮遮掩掩呢 这能遮得住吗 我要和你们领导对话 来 老爷子 何必找 小邀请啊 副长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这有急事 我走就该下班了 谁没急事啊 走什么呀 往哪儿走啊 不是 大爷 您的事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这回您是冤枉的 我应该向您道歉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老爷子让你待会儿你就待会儿 你先待会儿 不是 我确实有急事 老爷子让你待会儿你就待会儿 那怎么着 我说我确实有急事 多大的急事啊 老爷子生着气你怎么没看出来吗 你给我站这儿 站好了 还急事儿 你看那些小年轻人都不靠谱 老爷子 年轻其盛 办案确实茅草 我们刚才啊 跟那家具店的负责人已经证实了 这事啊 确实跟你没关系 别我心里去 你过去 我们啊 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 我这所长向您道个歉 对不起您了 这样 我把车都备好了 待会儿啊 我亲自送您回去 您干怎么着 您是说我能走了 对对对 当然能走了 晚了 完蛋了 不是 你们说让我走我就走 你们说我跟这儿受审 我绝得跟这儿受审 什么都你们说了算 但是把我按着警察拉的头我就说 我跟他卖假家具都没关系 谁听了 是 是 你说这帮小子 哎呀 不是 所长 就是他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你怎么审过的呀 把网恢恢说是不露 那我算什么呀 你们是不露了 我看你们连眼都没有 露什么露啊 大爷 不好意思 这次确实冤枉您了 对不住 对不住 别跟我来这 你刚才那威风劲哪儿去了 你刚才那么阵阵有词 那劲哪儿去了 摔我手机就是威风着的 不是 这手机是自个儿掉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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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雷子 这是您跟我说怎么回事 他把你手机给摔了 怎么回事 不是 所长 老师 这样子 大爷呢 刚才接受审讯的时候 他接电话来了 我不让他接 我说了多少遍 他都不同意 我 我没办法 我上去制止 手机掉地上了 他接好几个电话呢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 我当然可以接电话 我是谁啊 我是警察 你刚才谁一半 你行了 行了 坐下 你听你 他说我嫌一半 我说您刚才是 我还疯了吗 我刚回家 咱回忍运迟迟 接着选我 我不是嫌一半吗 别说话了 这么没礼貌呢 你看你给大爷形成这样 老师站着 别收我 谁嫌疑人 嫌疑人是随便收的吗 你看这现在小年轻的 说话太不靠谱了 所长 你真的好好教训他 我必须好好教训他 必须管老爷子 必须管您放心 这样啊 这事这样子 老爷子 您看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先消消气 先消消气 这手机也坏了 我也都知道了 您给我这所长提个建议 您觉得这事 我应当怎么处理 大爷 这样 您这手机应该是一山寨的 对吧 我陪您也好的 品牌您选 成吗 山什么寨 什么山寨啊 我告诉你 你今儿当我大事的 你知道吗 我损失还大了呢 我也有大事 我这十二点 我在昆平万代 你知我多大的局啊 你知道我要见谁吗 我人生大事 还有我这手机呀 所长 这是我爱上给我留下的遗物 他的价值 咱怎么绝平万代啊 是是是是 说摔就给我给摔了 对不起大爷 真的不行 我跟你说何琴 你从现在开始 把嘴给我逼上一句话不能说 不是 所长 还有我这人身名誉 你说你当着街坊铃居那么多人的面 就给我爱上警车机给我拉走了 您让我有话还怎么做人呀 我理解 我理解 陈杨总 我当了这么些年所长了 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您给我这当所长的出个建议 您觉得这事啊 我应当怎么办 你这气才能消败去 三点 第一 赔给新手机 好 第一点一定没问题 第二 让他写检讨 第三 来 怎么着也得上我们小区去 当面向我检讨 试试 爸 爸 你从哪儿进来的 爸 爸 爸 你从哪儿进来的 爸 你从这儿干什么来了 这是我家 爸爸干嘛呀爸 什么干嘛呀 不是 这 这是你爸 不是 我爸他喝多了啊 谁喝多了 他 他怎么会是你爸的呢 我告诉你 你怎么进来的 谁认识你进来的 你这叫四川明连 你知道吗 爸 你等下 爸 爸 爸 您哪儿进去呀 我爸就这句皮信 你别介意啊 我 我搞不定 你等我一下啊 放点皮信 是警察了 我报警 爸 你疯了 我 我 我报警 你报什么警啊你 花园里 东里 哎呀 花园 东里 爸 喂 有人私闯民宅 私闯 一二零 爸 你 你抱什么警 你喝多了吗你 什么私闯民宅 他是我男朋友 你请请进行吗 爸 您先冷静冷静啊 这儿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啊 什么事都没有 在我这儿事大了 不是 什么叫事大了呀 不就是我男朋友来了吗 这都什么年代 贤医生 坐下吧 爸 叔叔 别让我叔叔 爸 我都三十岁的人了 你说这小哥过去 您都抱孙子了是不是 好意思说呢你三十了 就给我领回这么一位了啊 不是 什么叫这么一位 哎 爸您怎么说话 人家何欣怎么特罪您了 哦对了 那个 给您的手机 爸 给你的 何欣 给您买了个手机 本来打算明天吃饭的时候 给您的 哎 哎 您知道这多少钱吗 不知道 这可快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啊 这个可比我那还好呢 哎 给您的啊 这个呀跟您那手机比起来 可是鸟枪换炮了 鸟枪换炮 对呀 您不觉得呀 我太觉着了我 我太觉着了我 爸 爸 你干嘛呀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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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我与猪猪父亲正通知你 从今往后 你不许跟他接触 想当我女婿 你是赖他们下 是天鹅肉 这辈子你也别想 何欣 我爸他喝多了 好 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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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我先回去了 回头再聊吧 我爸 我爸 您这是干嘛呀 您喝了多少酒 您干嘛喝这么多酒了 我清醒真的我 我从来没让爷爷子 怎么清醒啊 怎么清醒过 我干 明天的饭也别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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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